王思聪想必大家都认识 作为一个富二代 他的狂可是出了名的 但是据说出现了比王思聪还要狂的富二代 他就是秦奋 狂到什么地步呢 竟然敢称护上皇 而这位护上皇的家世也是十分的神秘 引得网友们纷纷猜测 究竟是什么背景让他狂过王思聪 如今他的家世浮出水面 得知真相的网友都惊叹 难怪秦奋敢如此挥霍 新来的朋友可以长按点赞加关注 方便收看最新内容 创作不易 感谢支持 被称作护上皇的秦奋 据说是继王思聪之后最猖狂的富二代 究竟是什么样的家世背景 敢让他如此张狂呢 接下来就让我们先了解一下秦奋这个人 许多人认识秦奋 是从他的一个花边新闻开始的 曾经他和女星贾青传出过绯闻 而这段绯闻在当时也是沸沸扬扬 大多数人都认识贾青 在当时也是小有名气的一位女星 当时爆出他与秦奋正在交往 关注的一下就上来了 贾青或许有一些观众不是很了解 但说到2013年版的天龙八部里的阿珠 大家就知道是哪位女星了 贾青就是饰演阿珠的那位女演员 贾青与秦奋的恋情曝光 是因为当时被狗仔拍到 两人在公共场合拉拉扯扯 纠缠不清 这段视频被爆出来之后 大家都猜测贾青与秦奋正在交往 这段恋情的讨论度也是十分的高 有传言说贾青一直死抓秦奋 一定要和秦奋在一起 秦奋其实是不喜欢贾青的 而这个时候 大家都开始关注到了秦奋 究竟是什么 让这位女星放下身段 死皮赖脸的也要和他在一起呢 即使面对秦奋的反感 他也依旧抓着不放手呢 难道这位秦奋是有着什么大的背景吗 后来有网友开始去申巴秦奋 发现他是一名富二代 而且他微博认证的资料是 上海分融投资有限公司 以及King电子竞技及篮球俱乐部投资人 还有的网友发现 秦奋竟然有许多辆豪车 其名下的豪车 奔驰 克尼赛尔等数不胜数 而秦奋本人住在上海 这也就是秦奋 为什么叫做护上皇的原因 住在上海 家里有钱 我们知道上海的简称是护 他的微博名称为秦奋King 人们结合这两个特点 就给秦奋取了这个别称 令网友们 加深对秦奋印象的是另外两件事情 那就是2014年的一次撞车事故 让大家认识到秦奋是多么有闲 我们都知道秦奋十分的爱车 他的家中有许多辆豪车 当价值千万的爱车被撞毁 他却眼睛眨都不眨 丝毫没有表现出心疼 把爱车停在后花园当了摆设 这又怎么说起的呢 那就是2014年的一次撞车事故 2014年上海的一辆保时捷918被撞 而这辆被撞的车就是秦奋的 而这辆保时捷价值千万 据说还是限量版 不过开车的人不是他 是他的朋友 朋友开着他的爱车竟然还出了事故 导致爱车面目全非 一般人一定会十分的心疼 但秦奋十分仗义的表示 不会追究朋友的责任 令人们惊讶的是 不是他的仗义 而是他的一辆几千万的豪车 可以就这样毫不心疼的赔掉了 后来在与保时捷的售后公司联系后 售后公司表示说 由于国内缺少部分零件 这辆车在国内无法维修 要拿到德国维修才行 一听如此麻烦 于是秦奋放弃了维修这辆车 因为实在是太过遥远 秦奋说 他决定将车放在后花园 吸取教训 得知这一事件的网友非常震惊 一辆几千万的豪车 说不要就不要了 果然是富二代啊 但是 有钱人的世界是我们普通人想象不到的 宝石捷撞坏以后 秦奋随之又入手了一辆布加尼 价格比宝石捷还要高 令人砸折 紧接着 2015年4月又发生了一起车祸 秦奋名下的一辆三千万的法拉利 在事故中瞬间变为废铁 事故中秦奋没有受伤 但是法拉利却砸得面目全非 如果要维修那辆法拉利 维修费用估计高达上千万 但秦奋本人却是眼睛都不眨一下 除了这两件事情以外 爱车的秦奋还专门有一支车队 车队的车都是千万跑车 车队上就印着King的符号 讲必是秦奋独特的标志 他说这些跑车都是为了纪念他的青春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秦奋是多么有钱了 王思聪曾经说过一句经典名言 我交朋友不在乎朋友有没有钱 反正都没有我有钱 听到这段话的网友直呼王思聪张狂 但后面出了一个段子 王思聪说 我交朋友不在乎有没有钱 反正都没有我有钱 秦奋就反问 那我呢 后来这个段子广为流传 也间接印证了秦奋的财力 在一定程度上可能超过了王思聪 这个段子的真实性我们无从得知 虽然这只是个段子 却说出了大众的心声 在大众眼里 秦奋是强过王思聪的顶级富二代 而说到王思聪 我们不得不想起他的那些绯闻女友们 王思聪换女朋友的速度 可以说是比换衣服还要快 而秦奋作为一个富二代 当然也和王思聪一样 有着众多的前女友 王思聪对待女朋友 可以说是十分大方了 而秦奋对待前女友 却比王思聪还要大方 王思聪的历任女友和他在一起时 只不过是给他们买买包包 买买手表 并没有什么大笔的花销 对拥有上亿资产的王思聪来说 简直就是九牛一毛 就连网友们认为 王思聪最喜欢的女朋友张雨昕 待遇也没有特别的好 最多只不过是给他装修了房子 但是这位护上皇 秦奋对他的女朋友可大方多了 有网友说 秦奋给过前女友5000万的分手费 5000万可是一笔天大的巨款 不是谁都能拿得出来的 但这5000万据说 是前女友单方面提出的要求 所以钱给了还是没给 我们也不得而知 但是应该也是给了不少的分手费 否则前女友怎么会消停呢 关于秦奋的八卦传闻 还有炒作的更火热的 那就是之前在社交媒体 很少出现的网红 微雪又突然出现了 这令网友十分激动 这一尾有大瓜可以吃了 果不其然 有爆料称 该网红怀了秦奋的孩子 并且在国外偷偷生了下来 对该网红怀了秦奋孩子这件事情 很多人都是不相信的 因为大家都十分了解这个网红的作风 他十分喜欢炫耀 炫豪宅 炫跑车 以他的性格怀了顶级富二代的孩子 怎么会不出来炫耀一番呢 或许还会以孩子为由 要挟秦奋 由此嫁入豪门 闭口不说 这显然不是他的风格 有人说秦奋拿出了4500万 让他去打掉孩子 但是他却拿着钱 跑到美国去把孩子生了下来 传闻的真假 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秦奋除了在豪车美女方面 能印证他是个阔绰的富二代 还有其他生活花销等方面 可以看出他十分有钱 他曾经晒过一件价值30万的手表 不仅如此 他还有私人飞机 型号是欢乐居550 看到这些 网友们对他的背景更加好奇了 秦奋的背景究竟是怎么样的惊人 才能让他如此猖狂且挥霍无度呢 目前 网络上流传了许多关于秦奋背景的传言 其中流传最广的一个传言就是 秦奋的爸爸是秦晓 秦晓我们就非常清楚了 是有名的资本大鳄招商银行的董事长 并且 有人说秦奋的爷爷背景也是十分的强大 可以说他们家是富三代 但是 我们对比一下秦奋与秦晓的照片 发现秦奋和秦晓长得并不像 并且 他们在公共场合没有过交集 显然不是父子关系 那么秦奋还会是哪位国内资本巨鳄的儿子呢 其实 国内知名的资本巨鳄 我们都十分了解他们的家庭关系 我们已经十分清楚 显然秦奋和他们没有什么关系 而且中国福布斯前三百名的 只有两位姓秦的 调查了解他们之后发现 也跟秦奋没有太大的关系 所以秦奋究竟是什么背景呢 还有 另外一个靠谱的传言称 秦奋的爸爸是澳门大卫集团的老板 这个传言可信度非常高 因为曾经秦奋就在游戏直播当中和网友们说过 他家是在澳门靠博彩发家致富的 而澳门大卫集团又是什么公司呢 能够收入如此的高 我们来了解一下 其实这是一家博彩中介公司 并且是澳门五大博彩中介之一 博彩中介其实就是帮助赌场寻找优质客源 并从中抽取提成获得利润 赚中间的差价 更有详细传闻秦奋的父亲 是2000年时加入澳门大卫集团的 如今是股东之一 但并不是最大的股东 最大的股东背景 大家都很熟悉 在澳门可以很容易查到的 因为澳门博彩业的现金流水大 所以十分容易赚钱的 一年下来收入十分可观 而秦奋有钱也是合理的 面对外界这些猜测和流言蜚语 话题中心的秦奋并没有正面回答过 他越是神秘 网友们越是好奇 尽管秦奋是一个富二代 但是如果富二代只能挥霍无度 不知节制 再大的企业 再大的家业也会被挥霍掉 唯有勤勤恳恳低调谦虚 才能将财富持续地保持 才能将家业做大做强 那么这样人生才是有意义的 所以富二代和我们普通人 其实并没有什么两样 他们只是多了一些钱 本质上也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也应该靠自己的双手致富 如果他们生活没有目标 不去努力 最后也会碌碌无为 沦为普通人 所以说人生还是要自立自强 靠自己的努力 使生活更加精彩 富二代只是外界 给他们的一个标签 或许他们也一直在努力 靠自己的能力 获取应有的财富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对于勤奋 你有什么想要表达的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